昨天的天氣熱喔 而且中午以後沒有下午後真雨 所以呢 這溫度的感受上到了傍晚以後 還是一個熱呼呼的天氣 那現在呢 有些朋友準備出去遊玩 有些要上班 我們就來看看現在的戶外天氣了 目前可以注意到 溫度升蠻快的喔 中部以北都在28度了 早上7點的資料出來 到了南部現在是29度了 東半部地區現在也在27度 天氣晴朗 外島地區的溫度呢 現在也都上升了 在27到28度之間 今天一樣是一個偏熱的天氣 不過在菲律賓東方有個低壓喔 我們就來看看衛星雲圖 從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注意到 在台灣東邊這邊是晴朗的 這一片天空呢 這可是太平洋高壓的範圍喔 這太平洋高壓 昨天伸展到我們台灣上空 我們連午後陣雨都沒下了 所以呢 溫度的感受上是一個非常熱的天氣 到了下午傍晚以後 因為沒有下塞巴喉的關係 這溫度也都降不下去了 只有到了晚上的時候呢 溫度才開始略微的下降 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和昨天是類似的 不過提到的低壓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菲律賓東邊這邊 倒是有一個小的雲系發展 這雲系發展其實蠻有趣喔 在白天太陽製造之下 它有日夜的變化 像現在晚上看到沒 它這雲層就逐漸在消散了 因為最主要海溫下降了 但是到了白天的時候 它又會開始增強一點 因為海溫上升的關係 那這個低壓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就來看看地面天氣圖 從地面天氣圖可以注意到 整個高氣壓勢力已經伸展到台灣上空了 這高壓就是一個大鍋蓋 它蓋在台灣上空 那低壓呢 是不可能跑到這個鍋蓋裡面的 所以呢 高壓在台灣上空的話 相對的我們是一個穩定的天氣 那低壓呢 只會沿著它的邊緣逐漸的移動 目前來看這個低壓呢 強度不會增強太多 一個低氣壓 最多呢 到一個熱帶低壓 不過對於菲律賓來說的話 它會逐漸的接近菲律賓 會往西的方向移動 那對我們台灣地區來說呢 明天的時候 有些水氣 其實大概今天晚上 就會沿著這個高壓的邊緣的東南風 逐漸進到了花蓮跟台東的山區了 還有包含了恆春半島 所以呢 這個低壓倒是會為花蓮 台東還有恆春半島 帶來一些水氣 有些零星的短暫雨的機會 時間 周五周六 兩天的時間了 等到這個低壓在周六之後呢 過了巴士海峽 呂宋島北方了之後 逐漸再往西的方向走之後 強度就減弱了 就逐漸的消失了 所以呢 只有在明後天的時候 你如果到花東旅遊 或者是恆春半島的墾丁呢 你就會發現雲層多一點 零星的短暫雨在早晚的時候發生 那其他地方呢 可是不會下雨 炎熱的天氣呢 再來當然看看今天的溫度有多高了 今天準備出門 北部一樣是在35度 炎熱的天氣 到了中部地區呢 只有山區會有午後鎮雨 南投山區 台中山區 還有一個嘉義山區有機會發生 34度在平地 那南部地區要特別注意防曬囉 高溫的部分可是到了34度 東半部地區呢 也在33度 只有花蓮跟台東 傍晚以後有點雲層在山區 偶爾下點短暫雨 所以天氣晴朗之下 小丁您倒要提醒您注意了 主要呢 上午外出注意防曬 中午的天氣很熱 記得多喝水 小心不要中暑了 現場交還給淑芬 皮鷹 洋西 乞